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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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来 来 来 宝贝 来 这儿 来 这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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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坐下 站在你旁边坐下 站住 坐 宝贝 不紧张 来 来 坐 太不给你面子了 他有点紧张嘛 太低子登台 好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彭旭 来自北京 我是一家狗厂的老板 也是一名职业训犬师 那你今天带着这么多狗狗来干嘛呢 今天是向我一个 心仪的女孩告白的 为什么要带着狗呢 因为 我们俩相识相知 是通过这只狗 怎么着 跟我们说一下 大约半年前呢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彭旭接到的电话 是一位叫彭旭的女孩打来的 电话中 彭旭搜出自己 好心收养的一条流浪号 取名 刀疤 因为刀疤的不良习惯 要向彭旭求救 因为这个电话 军狗师彭旭 与好心的女孩彭旭相识 没想到的是 曾经受人虐待过的刀疤 却咬身了彭旭 而彭旭因为怕狗 再也没有来到彭旭的流程 那么彭旭护旗手 训狗师彭旭的告白吗 你还没有跟他表白过是吧 没有 因为不好意思嘛 你有没有了解过他有没有男朋友 以前他被咬之前没有男朋友 因为他时不时的 就是一到周末他有时间休息 他就带着狗去狗场找我 如果他有男朋友 他可能会陪男朋友吧 一个训犬师 和狗呢能够很好的交流 和人呢不知道怎么说话 然后呢平时不敢说 今天跑这舞台上来 希望能够对刀疤的主人 就是自己心仪的那个女生 是吧 表露心计 是这个意思吧 是 我觉得他这个表白的成功率不高 因为这女孩 已经从一开始的爱狗 变成怕狗了 然而你的生活呢 又时时刻刻 跟狗狗分不开 对于一个怕狗的人 你想让他变成一个爱狗的人 这简直就是做梦 这个女孩她不怕狗 他是怕狗养的 开始他爱狗 因为他养了狗 只不过因为狗养了他 他怕这只狗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我觉得现在问题 不是在狗身上 而是你压根就没有了解 对方有没有男朋友 我现在害怕的就是你在 一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面 对这个狗的女主人去表白 万一他的这个感情状态 不是单身呢 你觉得有男朋友 或有甚至有老公的女孩 能跟一个单身的男孩 一起去遛狗吗 好吧 坐 你看狗都急了 坐下 好吧 坐 接下来你是带着他们俩 一起去开启告白这门呢 还是你一个人去 我带着他们俩一起 因为我要让他 帮他消入心里的恐惧 去吧 你这样你把刀疤放在这儿来 让刀疤朝着门啊 然后你看刀疤的反应 就知道这女生到底有没有来 好不好 来让刀疤坐 刀疤 来刀疤坐 坐 坐 他不坐 别撒尿啊 刀疤 刀疤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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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不坐也行不坐也行 就站这别动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一 如果女生今天没来怎么办 如果他今天没来 那我就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了 那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嗯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 就是要让一个人幸福啊 嗯 如果他没来 那可能他还是对狗非常介意 那我离不开狗 那我就祝他幸福 如果他有男朋友了 那我就祝他跟他男朋友了 就是百娘好和 百多些老啊 但是如果他男朋友欺负他 那我就带着狗收拾他男朋友了 不能人杖狗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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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